好 这一节的全球现场时间 我们要来关系的是 以色列国会周二一读 通过司法改革计划当中 有一项重要的议案 数小时之后呢 全国各地爆发了示威 你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抗议者 阻挡了以色列各地的道路 并且聚集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机场 警方出动大批警力 企图要维持秩序 并且用水柱要驱散民众 有数十人遭到了逮捕 以国中部的高速公路沿线交通 也因为示威者而陷入了瘫痪 反对者说 这项司改计划将会威胁民主 因此他们会持续在全国各地 发动抗议 在北约举行峰会之际 法国总统马克宏他宣布了 将要提供长城巡异飞弹给乌克兰 好 这个跟英国供应乌克兰的 暴风之影是同一款飞弹 可以协助乌克兰深入打击 俄罗斯的部队 德国呢也在峰会上承诺 额外的军援 乌克兰7亿欧元 相当于新台币241亿元 希望能够满足乌克兰的防空 战车跟火炮的需求 好 另外挪威政府也说 将会加码军援乌克兰 25亿克朗 大约是新台币75亿元 美国即将要公布一个 关键性的通膨报告了 市场现在弥漫着乐观的情绪 因而带动了美股全面上扬 好 美国将会在周三 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 有多位美联储官员说 央行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 以抑制通膨 但是紧缩的周期即将结束了 因此市场对于经济前景感到很乐观 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317.02点 涨幅是0.9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幅度来到了0.67% 至于以科技类股为主的NASDAQ指数 则是上涨了0.55% 好 现在全球真的可以说是极端天气了 不寻常的天灾陆续在各地上演 冰岛呢 光是一天之内 狂地震2000多次 接着出现了火山大喷发的状况 滚滚的岩浆冲出地表 另外呢 南半球现在虽然已经进入冬天了 但是南非竟然是罕见睽違 11年下雪 冬天比以往来得更冷 空拍北欧冰岛出现火的炼狱 冰岛火山喷发 山口喷出滚烫的岩浆 俯拍地表像是烧出大洞 绵延百公尺长裂缝 狂喷橘红色熔岩景象惊人 而火山喷发前一周 冰岛一天内出现2200次地震 代表地表下岩浆正在流动 累积的能量一次大爆发 北半球热爆 进入冬天的南半球 竟也冷到不寻常 南非第一大臣约翰尼斯堡 睽違11年天降大雪 民众又惊又喜 地面植物都覆盖一层积雪 有些南非小朋友 更是出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雪 乐得大自行躺在地上体验 南非冰天雪地同时 地球却是12万年来最热的时候 7月第一周 更是地球史上最热一周 联合国警告代表 气候变迁已经失控 去年夏天欧洲6.1万人热死 今年热上加热 专家重话警告 人类已进入到未知领域 我的天 我的腿上升 美国纽约州宛如电影 明天过后真实上演 房屋结构被冲烂 民众不幸被大水卷走身亡 暖化不仅带来热浪 也会让极端洪灾 未来只会更加频繁 记者综合不导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